好 为了让知名方便清浴垃圾 玉礼的清洁队从去年的2月份开始 在统贯的停车场定点来收垃圾以及回收物品 那么周六下午呢更是加班来收垃圾了 那么清洁队的队长表示呢 由于玉礼镇有许多的店家 每天都会产生许多的垃圾以及回收物 希望透过这样的定点收垃圾 也方便没有办法按照排定时间去丢垃圾的民众以及店家 来维护玉礼阵容 为了让居民方便清浴垃圾玉礼清洁队 从去年2月份开始 在统贯停车场定点收取垃圾以及回收物品 周六下午更是加班收取垃圾 统贯会有我们的队员在那边 收取大家的垃圾跟资源回收 主要的服务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半至10点 只要有垃圾以及回收物品都能够带到同贯的停车场 至于周六的时间则是下午2点到下午4点 只收取垃圾也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我们的队员都会在那边 等大家如果有垃圾的还有资源回收的部分 都可以送到那边去 就不要随地再乱丢垃圾 清洁队长表示 由于玉璃镇有许多的店家 每天都会产生很多的垃圾以及回收物 希望透过定点收垃圾 方便没有办法按照排定时间丢垃圾的民众 以及店家以维护玉璃阵容 记者高松双一里震采访报道